決勝年代的首映會 各生年代形式建黨歷史 同學發練黨氣 革命固然會流血 但是我想請問你 君主立憲便不會流血了 我是第二次看的 但是我覺得每一次看 都有不同的體驗 當時時代的背景 真是很多中國人民 屬於水深火燃 國家的政權亦腐敗無能 外國亦對我們極盡欺凌 在此情此景的時候 看得到一班知識分子 他們希望出來救國 為國為民 所以我看完之後更加覺得 我們要珍惜今天 今天是來思不易 令我更加明白到 當時的人 為何要這樣做 是為了國家的情懷 其實是很感動 看完這套覺醒年代之後 第一個最大的感覺就是很震撼 黨史的連續劇 即是這些電視劇集 真心算是第一次很認真 很認真地去看 其實由一開始的角色出現 慢慢地 譬如陳獨秀 食等等不同的角色出現 我覺得他們做得很鮮明 其中一幕就是在船上 有些我們中國的同胞被欺負 有些日本人欺負我們 然後有其他人 就挺身而出去幫他們 去解決這個問題 我自己都覺得挺感動的 整個製作非常之認真 你會見到很多的特寫 還有很多不同的人物 他們無論是演技都好 很到位 看到都會覺得很熱血的感覺 過去我們香港比較少了解這部分的內容 趁著這個100周年的機會 我們了解多了 這個我覺得是有需要的 也都會更有信心 對於一國兩制 更加能夠凝聚大家 去令到香港可以長期繁榮穩定 以史明治 以史增性 這個很重要 我們中國人要團結起來 這個電視劇呢 可以讓我們更好的更深刻的去認識 去了解歷史 過去讀書的時候呢 對於這個中國近代史 其實是不太詳細 這個電視劇給我一個新的一次機會 重新再認識 特別是五四運動 我覺得這個覺醒年代是拍得非常之好的 對每一個人物都描寫得很深淫很細緻 對中國共產黨的為什麼會成立 怎麼樣 初心是怎麼樣 使命是怎麼樣 我們都可以通過這個電視劇呢 有更多的了解 這一部電視劇我覺得是有這個價值 讓我們去觀看 去好好地學習 了解 然後愛護我們的國家 有國才有家 因為這個是我們的根本 我覺得是一個機會打開對門 去讓大家去嘗試去認識一下 其實我們那個 譬如中共產黨 近代史 其實發生什麼事呢 其實是有一個鎖匙給大家去打開 因為我本身是讀中國歷史的 中學的時候 所以其實呢 我相信大家會有一個感覺就是 與其讀那些書 不如透過這些電視劇集 將它是畫面化了 很容易入腦 有時候可能你就這樣看文字 未必有很大的感覺 但是當那些演員 譬如今次的演員 那個人是這麼出色 演得這麼好的時候 其實會很容易入到我們的腦 原來那個歷史是這樣的 那些發展原來是有這樣的情節的 那我也希望可以有多一些的 和我差不多年紀 或者更加年輕的人 可以接觸多一些這方面的歷史 建議他們都看 因為始終我們一向讀書 或者平時生活上面都很少接觸 共產黨或者中國近代史 那我相信這套劇集 都可以以一個了解史實為基礎 也都具娛樂性 那剛才主持人也有說過 這套劇集是得了很多獎的 那我相信製作很認真 那都是很值得各位去看 祝福祗